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101百年龄和Roger独币的专卖店开幕亮点 泰格豪亚Monaco古董表展 以及格拉苏蒂原创 蒂朵百年龄和Bowatch单表介绍 好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从重点新表介绍开始 一起来看看格拉苏蒂原创 蒂朵百年龄和Bowatch的近期话题表款 格拉苏蒂原创发表自家第一款的年龄功能万表 Panematic Calendar 所谓的年龄呢指的是手表的机械结构 能够自行分辨大小月的日期 而佩戴着仅需要在二月手动调整即可 相较于传统的日期功能来说更加方便 从外观来看 Panematic Calendar是在Panematic系列既有的架构下 假如月份显示 而且品牌还把它的显示方式 做成环状的造型视窗 并且以特殊的机制去浮现当前的月份数字 颇有新意 此外 这次的大日期视窗还加入了金色的边框 而这也是格拉苏蒂原创首度这么做 装载的全新机械动力储存也拉升到100个小时 并且配备细游丝 规格上明显精进 玫瑰金搭配的是乳白色面 至于薄金配上黑面的则是限量版本 风格看起来截然不同 蒂多发表全新产品线Ranger游侠型系列 这款手表的故事背景是1952年至1954年 英国北格林兰考察队 在冰雪基地进行考研任务时 佩戴的是蒂多的Oyster Prince腕表 而它精准的表现帮助探险家完成任务 这段历史也为接下来的Ranger腕表奠定基础 开支善业 发展出不同的版本 而今年正是英国北格林兰考察队诞生的70周年之际 也因此蒂多向这段历史致敬 推出全新的Ranger系列 其实在2014年Ranger之名就已经重新出现在蒂多当中 当时蒂多在复刻系列上推出一款Heritage Ranger腕表 而这次的Ranger则是独立成单一系列 外形基本与2014年的复刻表如出一侧 不过表径从当时的41mm缩小至39mm 而且也改装载了自制机芯MT5402 而如同过去蒂多推出新款式的标准配备 Ranger系列目前提供三种版本 分别搭配布置布表带 皮胶合成的表带 以及不锈钢链带 无论是拿走版本 定价都在新台币10万元以内 性价比非常诱人 要让大家知道 百年龄不是只有飞行表 是品牌执行长George Scorn上任之后 就一直在贯彻的理念 所以即便今年是经典飞行表 Navy Timer的70周年 百年龄也没有偏心的只帮寿星庆生 下半年一开始 他们就大张旗鼓发表了新款Super Ocean 四种尺寸三种材质 加上缤纷配色的视觉核心 光是看着面盘颜色 就觉得很清凉 新款Super Ocean 以70年代一款名为 Slow Motion的潜水表为蓝本 选出合适的细节 然后把它组成全新的设计 功能也从原版的计时码表 变成实用的三针款 而且没有日期窗 丝毫不脱泥带水显得俐落 当年Slow Motion 原版6点钟位置的提醒原窗 也变成棒棒糖针的俏皮之景 而且几乎每款秒针末端 都会根据面盘颜色 做出对应色的变化 这种以颜色区隔细节的做法 就很运动表思维 而内部搭载的Caliber 17 自动上链机芯 非自制机芯的路线 也让Slow Motion的价格 变得相对清明 Slow Motion未来 还有很多方向可以翻完 表圈和面盘 以及橡胶表带的颜色变化 让Slow Motion在配色上 有着强大的可塑性 未来好像客制化选色的路线进行 也并非不可能 而且百年龄用了冲浪这个情境 去帮Super Motion宣传 比起潜水 冲浪更加的贴近生活 在产品面的颜色 和宣传面的行销上 助攻Super Motion 打进年轻化的市场 Ballage近期抵台的全新 Engineer M-Skin Library 3 我一次品牌一贯的硬规格 与高CP值 共计有两款不同的版本选择 除了面盘与表圈的颜色差异之外 面盘上12点钟与6点钟的刻度 也做出变化 大尺寸的尺标与刻度 有着清晰的阅读效果 除此之外 在这款上还使用蓝宝石水晶表圈 同时还装配全新的自制机芯 Caliber 7309C 通过瑞士天文台认证 动力储存达80小时 并有自家专利的耐震技术 提供精准走时 当然Ballage最招牌的 字体发光微型气灯绝对少不了 在这款作品的面盘 甚至是蓝宝石水晶表圈里 都有镶嵌 在夜间提供绝佳的阅读性 以10万元价格区间带来说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表界最近的重点新闻 前阵子呢 引起表界一阵骚动的话题 就是Richard Mill 居然推出了打破表界最薄纪录的 RMUP01 而且呢 还是出在 在和法拉利联名的表款上 从被跨足超薄领域的Richard Mill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瞬间创为了超薄的铁王座 Richard Mill和法拉利去年宣布结盟 正当大家还在期待 双方的首度联名 究竟会推出什么表款的时候 Richard Mill不愧是Richard Mill 一出手就来个猛的 以RMUP01 挤下前任王者保格力 做出表壳厚度 只有1.75mm的破纪录表款 1.75mm有多薄呢 比一枚10元硬币还要薄 真的超惊人 不过主力放在运动表的Richard Mill 为何要进攻超薄领域 又会引发哪些表界的后续效应呢 其实超薄这个议题 它今天不管是对运动表 对Richard Mill 对法拉利来讲 好像都没有什么必然性 但毫无疑问 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产品了 而且它其实是限量座的 并不一样 其实它有破白值 可是问题它的价钱定得非常的高 台币要超过5千万万 所以很明显的 其实拥有支持表的人 很明确都会成为一个阶级 大家看说超薄这件事情 其实变成是一个 有点吊诡的事情了 因为三个月前 我们才看到保格力创了世界纪录 三个月后就被Richard Mill 破了这个纪录 那这会让大家开始思考 就是说表界不断地挑战超薄的 这个更薄的纪录 还是不是他们这么认真追求的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的品牌 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那随着疫情的逐渐趋缓呢 品牌的活动也开始热络了起来 除了利丰集团旗下的高级品牌们 和宝岛钟表 在竹北大圆摆合开的时光天地 最近的台北101也非常热闹 早在2014年就进驻台北101 开了专卖店的Raja2B 近期也移动归位 并盛大开幕了全新的形象概念点 店内最吸睛的 是看起来超神秘的无重力展示轨 活动当天呢 也邀请到歌手蔡世云和高尔萱站台 个人藏表蛮丰富的蔡世云呢 也给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收藏手表的看法 一起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Raja2B7月在台北101开了全新的形象概念点 在归位设计和概念呈现上 做出了非常耳目一新的变化 也呼应了他们No Rose Our Game的品牌宣传 一走进店里会看到长达4米5的鉴赏吧台 台面上没有任何手表 像是一道为手表铺出的红毯一样 顾客在旁边的表柜选好手表之后 再把手表移到长桌的台面上鉴赏 仿佛是高级餐厅的上菜流程复制 创造更舒适自在的商标体验 Raja2B7卖店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神秘的无重力展示柜 手表以悬空漂浮的姿态 在表柜里展示 引来众人驻竹 看起来有固定轨机 却参不透玄机 品牌也保密地表示 这是不能说的机密 而活动现场也邀请到歌手 蔡诗云和高尔萱热情站台 本身也是手表爱好者的蔡诗云 自己的长表也不少 喜欢手表的她有什么样的偏爱 又会提供大家什么 挑手表的建议呢 因为我也喜欢就是 比较有个性一点点的手表 像大面肌 然后男生款的一些手表 但是像黑色我就没办法戴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手表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一定要试戴 我就是适合就是比较像 有金属越亮越好 对我平常其实我的个性 是比较低调 但是我喜欢戴的就比较高调 越高调越好 越多站越好当然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开始 可能就是存钱 然后再买第一支手表 我觉得可以就是越简单越好 那一定是可能就是 搭配你每天的穿搭 手表还是要戴了 对像有时候 我可能看到一支手表的时候 看很多人在戴 可是我可能自己戴上去的时候 然后并没有很好看 对所以我还是看东西 还有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觉得一定要试穿 试戴 近几年 声势如日中天的百年龄 终于进驻重点品牌 都必须插齐的台北101 开了品牌在台湾的第一间直营专卖店 店内的承设和百年龄全球的形象专卖店 风格维持一致 虽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专卖店 摆放重机在店内这么视觉冲击 但工业风的调性和颜色鲜明的细节 一走进店里就能感觉到不同于传统表店的氛围 也说明了百年龄这几年的年轻化 真的做得让人很有感 而在台北101开专卖店的这个计划 百年龄等了多久呢 十年 总不一直希望在台湾有一间自己的专卖店 我们是亚洲市场最后一个有专卖店的市场 我们等待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跟位置 就是101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百年龄延续全球的设计风格 所谓的轻工业风 我们整个从楼面 墙面 地板 还有座位的规划 都是以总场的设计的标准为标准 作为一个延伸跟延续 那么在台北101的品牌专卖店开幕之后 和其他的经销店比起来 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差异呢 而以专卖店来说 未来也会推出专卖店独卖的特别限定款吗 第一个就是先商品的区隔 专卖店有专卖店的样式 然后专卖店提供的服务跟店家 一般代理店的服务是不太一样的 不管是软性的或者是硬体的部分 跟传统表店的话 怎么去区隔 我相信消费者自己会有心中的一把尺 百年龄在专卖店款式的运作 已经有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 目前现在店上也有陈列五到八支 专卖店的样式 样平项 台北101专卖店的限定款 我们也在预备跟筹备当中 这几年的百年龄在销量上真的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销售数字呈现两位数成长 那么非常受欢迎的人气明星是哪些系列呢 Avenger还是维持得很好 Navy Timer 我们新款的Navy Timer很确定 像今天第一天开幕 销售的状况也超过我们的预期 包含Premiere也是 Premiere这样是素牙的设计 在我过去的概念里是不可能的 但很特别的是它现在占了我们一个 很大领一个比重的销售 台北101最近真的是爱表人士的天堂 除了有百年龄和Roger2B的新店可以逛之外 泰格豪雅的Monaco 股东标展 也在7月巡回到台北101专卖店 一起来看看这次的股东标展 有哪些重点标款值得关注 前阵子我们才报道过 泰格豪雅在金光Mix & Match的专卖店开幕 而下半年的泰格豪雅也开始活动频频 首先是Monaco 股东标展的巡回展 从台北101开始展览首展 展出了特别从品牌博物馆中商界出来的Monaco 标款 而其中很有看点的重点标款是哪几支呢 这一次Monaco 的标展 事实上我们跟瑞士情商的八支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从1970年到2000年之后的很有特色的商品 因为泰格豪雅在多年的赛车运动中 一直跟一个很著名的公司叫做海湾石油公司 做这个配合 然后事实上它已经出到第六代 这一支是属于在2000出头年 它除了搭配了很棒的一个机芯之外 它把避震器的四个轮车避震器 放在手表的四个角落 那这个也是当时事实上 蛮受到业界注目的一个创军 那我们这次来的西东也有一支是 所谓的黑色表面的一个Monaco的标款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这次的Monaco古董表展 在台北101的首站结束之后 也会接着到金光Mix and Match 以及板桥大远白的专卖店巡回展出 身为经典计时马表之一的Monaco 至于泰格豪雅或是对于表界来说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泰格豪雅这个品牌 在一百六十几年的历史当中 其实最经典的一个系列 应该就算是Monaco 之前的计时马表 受限于制表技术 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 自动上链的计时马表 那也是在1969年这一年 泰格豪雅能够研发出来 这样所谓的这个 自动上链的计时马表 它在当时成为一个创剧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这颗基心 当总裁杰克豪雅先生就想说 我要怎么样把它装载在一个很特别的系列 那因为泰格豪雅跟赛车有很大的关联 跟Monaco大奖赛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是在那一年的Monaco大奖赛之后 就正式决定用Monaco这个名称 装载在这个基心上面 然后设计了一个方形 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重点是 这颗基心因为设计 更能够让我们的基心排列 在表观的部分是放在左边 这也代表就是说 因为自动上链的基心 是不需要手上链的 所以它可以放在不用直接转的地方 所以放在表壳的另外一边 最后如果你想要入手Monaco 应该怎么挑选 又要从哪些款式开始入手呢 来听听品牌端给大家什么建议 我会觉得如果您有缘分 限量表款当然有人是首选 不过很不幸的 限量表款实在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觉得就算不是限量表款 包括是海湾石油的特别表款 或者是一般我们会所谓的半量产的表款 也都很值得收藏 Monaco这个系列 其实对我们从瑞士原厂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属于收藏系列 所以收藏系列它做的表款 都不愿意做很多 所以为什么你在市场上 永远都不能看到很多很多的Monaco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因 看完了这一节内容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集的重点预告 今年的Gineva Watch Date 即将在8月29日开展 宝格力、百年龄和MF还有MOSA 这些在2020年首届Gineva Watch Days 就加入的元老级品牌 会推出哪些话题新表呢 锁定下一集金表制的新闻约报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更多表界的重点新闻